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夢霜》 我是主持雪麗 贏者 寒馬仔 聲搖夢 最古典但是 我們請不到嘉賓 不是 請不到嘉賓 不是 以前我記得中學的時候 我同學玩的時候 我們很八卦地去問他 那時候中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小弟不年輕 然後那個人我們去看 他一手打下去 他說不准碰 會打亂我的褲子 這麼大 我們第三個講的就是 這個《魔法風雲會》 中國的就叫做《萬字派》 《萬字派》 《萬字派》 這個字派比較乖 以普通話來讀其實是OK的 怎樣讀呢 《萬字派》 我們以為打索子、童子、萬字 原來十八年歷史 這副主題 《萬字派》 叫做《卡點遊戲》 《始終》 一代中私 幾乎是沒有人能挑戰他 他的地位幾乎 久不久 1993年 第一代 原來發明的是一位數學學者 第一集都說過發明的是一位數學家 當然他搞完Alpha系列之後 好像他那時候是在做學術研究的 然後他就弄完學術研究之後 就不再做學術研究 專心去做Magic 可能他覺得學術研究太悶了 他搞一些玩的東西 當然你說Magic開頭的 就是叫Alpha系列 其實我們第一集會說過 他沒有一個 開頭成型的時候是沒有一個故事的 沒有的 其他後代的卡片遊戲 他開頭只是 純粹是以遊戲規則主導的一個遊戲 他應該是很受那些 Dragon Dungeon那些影響 就是西方RCC式那些元素 就是出一些 要提一提 這個題外話就是 這個Magic的首列設計師 其實他是龍與地下城的首飾監督 所以其實都是關他的事的 所以龍與地下城的遊戲 他也有份 不過說 就沒有去到Magic那麼經典 那麼廣泛 就是全世界都有 那麼多不同的玩家在玩 我記得1993年 他說他開波 在外國 但是你說在香港興起 以我再記得 大概接近回歸前後 就差不多 六代、七代 其實這也是因為中文版的關係 應該去到第四版 才開始有中文的魔法風文匯 但是那時候那個魔法風文匯 就跟英文版不同步的 它會比較遲的 所以中文版 譬如說 英文版已經在玩很久了 才開始出中文版 變相就落後了很多 當然很多人 就在香港玩Magic的玩家 很多人都是以英文版為主導 因為始終規則是跟英文版 是準確一點的 如果有玩Magic的 就英文版主導 但是如果有大量 開始有大量玩家 開始就中文版才開始 因為始終的規則都比較複雜 真的比較複雜 我其實覺得 一個考慮就是 他們純粹不會看英文 是的 幾個煩 當然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不是 但我們那時候中學 我最記得 我阿Sir見過別人在玩Magic Card之後 我阿Sir都很鼓勵我們玩Magic Card 不是馬上收卡 不是 他們說 有這麼多英文可以去學 所以 他們說 你們可以試試玩 我們那時候中學 搞一個學會 類似Table Game Club 老師都應該 他很忙 他都沒有來過 但是 他應該都喜歡玩Table Game 他都很鼓勵玩Magic Magic 大部份 佔了九成的卡鏡 我敢寫爆單 他的規則 都是由Magic演化出來的 嗯 所以其實 就是Magic的規則方面 其實都很嚴重 還有 他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步驟 你要去留意 而那些步驟 就是衍生到你 怎樣影響你 去組那個卡組 其實步驟來說 就是後面 才演變成的 因為初期 那個系統沒有那麼 明朗 他好像在第二集這樣說 是的 一開始都是有點幽亂的 但是 他嚴謹性開來都會比較高 因為他分了很多不同的種類的卡片 嗯 這個都是他成為代表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他很多的一些 Terms 的規矩 都是由他那邊去創立 都可以介紹一下 最主要的 不用說 生物 基本上 應該先講生物 生物 應該先講生物 生物 生物 毛術 瞬間 地牌 還有結界 應該比較厚 神氣 神氣也比較厚 我想我們要看最特別的就是地牌的概念 因為始終這遊戲 第一要記住是由一個數學家編輯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遊戲其實有很多的數學元素 是可以應用到下去的 沒錯 而是應用到下去之後 是真的令到你的實力可以大幅度提升的 而且也會助長你那個數學的透露 加減數 你會很清楚 因為有時就是Magic 如果你少計一步 你隨時會輸 對 因為他的生命值就是20點 1點就是5% 5%HP 那這裡是大不大 又是小不小 至底精明眼 對 你一定要很熟悉數學 即使你不熟悉數學 你玩完這遊戲 你一包括你會 最少加減的時候 你一看完你已經知道 我想最大的就是計算比率的東西 比率的東西在Magic裡面佔的元素 挺重的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力建造的卡組 才能採用到的元素 即使我玩這樣的卡遊戲 最要科學的就是Magic 因為Magic有種叫Mana Curve 技術含量最高的 如果相比前兩集說的遊戲王 或是WS來說 你需要了解的知識 是多成倍以上 基本上你了解了規則 如何去徵 我覺得Magic是三種卡遊戲裡面最難的 他不算難學 但他很難徵 很難徵 很難徵 即是被大學生玩 或是爵士 之前都說過Alpha版的第一代 他在一間大學 我忘記了那間大學 在一間大學 在一間大學去做試行 找了一些玩家和大學生去試那種卡鏡 究竟成效是怎樣的 當然試完之後 Alpha版就正式推出第一代 但那時候真的算新 我記得那段時間算新 那段時間又不是很流行 大家很熟悉這種卡遊戲 我看到我表哥一直在玩Magic卡 開始有Magic卡玩 都是儲藍球卡 那時候都是流行的 Alpha、Alpha、Beta之後 然後就Release了一代 Release了之後 所有Alpha系列 那個就叫做正式系列 我沒有記錯的 因為Alpha有些牌會過強 最出名黑連花 黑連花 市價我沒有記錯 是1100多美月 有價故事 你找到一張吧 在一個卡網裡面 你最多會看到一張至兩張 但是那個價格是天價 還是不是真的 都成為二問 那未必會假的 麻煩都是在卡店買的 因為那個強度 如果你應用在現在那些 景度 太早的 太強了 影響到平衡 我想問他們有沒有禁卡 一定有 這個已經禁了 應該禁了10萬個世紀 不是的 一會兒會講一個 他賽制來講 有些卡會解禁 其實做了Release後 正式沒有一二三代 所以一開始代數 就是叫第四代 第四代之後 我自己開始玩 我是第六代開始玩 古典也是第六代開始玩 玩到第七代左右 然後我就離開了 我是到了近年 2012 Core系列 那時候才回來 因為基本上就是 你對應中文的 系統 看英文對我來講 負責太大了 基本上我也是 有中文版的魔法風雲會 開始 就經朋友接觸你的 遊戲 之後呢 有一陣子停了 因為那個廠商 就是中文化的廠商 威世智公司 出於成本的考慮 那它那個繁體那個中文版本 就有一陣子是談不成的 它是停過的 所以那一陣子就開始沒有玩 但是呢 很奇怪的東西就是 其實呢 你找排組裡面呢 其實呢 中文是繁體版沒有 繁體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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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要接受到萬字牌三個字啦 固然 但是問題是你 你繁體始終都是覺得怪怪的 當年我們看繁體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好像一級那樣的 會覺得 這個純粹 純粹 切雞問題 切雞問題到現在 你都會覺得 很多時候 95%我都覺得 繁體字真的 真的 真是 不過想問呢 有沒有人呢 玩到是怎樣 即是那些魔法卡 是繁體版和繁體版一起玩 繁體版 繁體版 日本版英文版 全部露馬上的 香港的情況 是最嚴重的 因為全部卡體是一樣的 所以是沒問題的 即是你譬如說外國的話 全部英文很正常 日本那些 基本上全部是日本版 但香港那麼多元化 多元社會 多元社會 你隨時 卡住也要多元些 隨時一個牌租裡面 你有中文版 英文版 英文版 法文版 都可以 會不會很煩 這個情況 不會的 很多人都是認同 就認得 沒錯 那其實 夜人仔 應該玩過的 都我們兩位 我也玩過 清熱門 其實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接觸這遊戲呢 選友 我一樣 基本上 那時候都是朋友介紹的 那時候你知暑假 沒有錢 沒有什麼做的時候 那個朋友 有買了電梯的 他說 有什麼玩 很悶 他借了一個牌子 給你 開始說了 說完就糟糕了 說完就 檢驗了你的法國 哈哈 開始跌了進去 這個心限 更加沒有錢 那我呢 那時候 因為我做了一個幕控站 就叫做CPG集卡射 其實最初就是做遊戲王 做一下做一下 做到遊戲王 做到Gundam War 然後做到Gundam War 做一下做到其他遊戲 就是其他卡的遊戲 對 碰一下碰一下 不如又玩Magic 那Magic 沒理由不玩 這個遊戲王 就是有卡遊戲 那些朋友說 那時候卡遊戲有幾個癮 那時候是玩 剛剛玩的是 MM MM是黑殺完之後 不是 MM應該是馬來迪亞 是馬來迪亞 然後是否7還是8的 Core 7 Core 7的那個環境 然後我一直都持續玩 那時候應該是最多香港人玩的 因為中文版剛剛起 我玩得最興奮 沒錯 大戰役 那時候我沒玩到最興奮的 我玩得最興奮的是大戰役 因為那時候是很帥的 五條龍 嘩好帥 有Undermine 金色卡都很吸引 金色卡都很吸引 因為你之前那兩款卡片遊戲 基本上都會強調單色 即使雙色卡組 一張卡都是獨立一種顏色 但是魔法峰迴 Magic是很特別的 有些卡同時存在兩種顏色 那些是金色的 那些是很特別的 就是五色召喚 對 剛才那些龍 其實那些龍 全部都是要混合很多顏色 三隻 最少三隻 對 接著又一直玩 繼續 那時候想去考驗 Magic的擇柱 然後繼續繼續玩 玩到 後來玩到一個位置 我終於受不了 因為Type-II的標準 那位太過吃錢了 領不住 因為我不是只玩Magic 我還有玩其他卡遊戲 我是學生 真的領不住 接著不玩了 那時候是啟示錄之後那一代 Otter Tsai Otter Tsai Otter Tsai 我玩到Otter Tsai的Blog 我沒玩了 接著之後那裡Blog 我就沒玩了 那可說一下Blog 可以談談 Blog 是什麼 推出之前的卡組 例如releal 或者是有 或者是他之前的底三檔 是一個release的 editation系列 其實他之後辭之以恨 在core set系列 主要是releal一些他認為 每一代裏面 特色牌 核心牌 或者是一些要用的key牌 或者是一些細生物的東西 他都會在core set裏面 而且core set會比較適合新手入門 因為他的卡牌的作用 會比較簡單 單調一點 但不代表他沒有用的 有兩張代表性的牌 我幾乎看他代代core set也會releal 一張 基本上代caf 天堂鳥 天堂鳥 現在是否值七十元 還是現在沒有了 現在有 有意義 core set也releal了一次 core set也releal了一次 因為我會遲的 只是說七十元 七十元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七十元 他repeen了這麼多一代 之後基本上有價格 應該都會變 之後就將黃銅都市 黃銅都市應該少了 近來就沒有出過 然後就雙色地牌 雙色地牌 雙色地牌 代代都要用的 基本上砌雙色地牌 有一個基礎 好像以近代來說 近代 現在這次新的系列 就是這個叫做 吸血鬼和狼人 吸血鬼 狼人 人類 和殭屍 四個種族 一個奇幻 他拿的名字 就好像是一個奇幻的 對 那個代呢 叫伊力翠 對 這個都好像一年的主題 對 一年的主題 一年的主題 它延伸系列 通常會出三代 三代 一個大代 兩個小代 大代 通常會說 二百四十幾張卡 二百四十幾張卡 小的 通常是一百多張 一百多張 小一點 我想問大家 會不會儲齊這麼多張 儲齊就很難 很難的一件事 多數呢 大家會跟自己的性格 講性格 或者自己的興趣 就 選一個專攻一兩隻色 你只要對有愛 有愛就去 他玩開就是玩紅色的 我就是玩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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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回 介紹一下 不知道什麼人 說玩五隻色 五色玻璃 因為這個真的很有代表性 五色魔力 基本上是Magic的主體 由第一代開始 基本上都用五色 五色代表什麼呢 分別再代表 白 紅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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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行源 白色 白色 紅色 是 橡色 橡色 黑色 橡色 他剛才也說過有些地牌會產生魔法力 你手上的牌全部都用這五隻色的魔法力去調換 或者是打出那個魔法出來 那個系統就是這樣 而你的魔法力就是由之前所謂的地牌去富裕 地牌就是那五隻顏色的地牌去根據自己的卡組編排去放出來 剛才就說過有很多系列 因為除了這些現身系列還有一些特殊系列 你想說雞飛板 推人落坑的系列 三角字系列有一套 那個不是雞飛板 那個是三角字版 我就用這套系列去推人落坑 不如你說一下三角字系列 通常這些都是把所有的特殊能力全部選擇 或者用一些獨有的詞 變回一些中國式的槍 譬如說飛行就不是飛行 變成騎術 但其實那個異能是一樣的 是的 那他很多東西就把他選擇 就是希望用一些主題式的系列 去引一班新的玩家 對這遊戲產生興趣 然後再進入他們的傳統環境裡面去玩 那我也有一兩個朋友 就是因為這樣而被我推到坑之後 就過了坑了 其實三角字系列我覺得挺有趣的 為什麼他不繼續玩呢 其實他之後也有出過一個類似的中國風格 叫神河系列 神河英雄傳系列 那個都是用中國神話風格的處理來的 整個都會是 但是三角為什麼不用 我覺得始終他那隻遊戲 其實是一個叫魔法的世界 魔法與劍的世界 三角去掛勾 也會更加不入 因為你很奇怪的 譬如說三角的人說 我要出魔法 會不會很奇怪 你換過一些terms而已 我覺得在外傳 其實是OK的 戰術 戰術叫做這樣 就像三角殺一樣 你改一些terms 那不知道 這個可能他商業上的考慮 不過有一個版 看看一題的 雞飛版 這個真正 這個真正 這個雞飛版是什麼 你聽的名字 基本上都很奇特 這個版本就不屬於官方版本 這個版本的卡 所有比賽都不能用 為什麼呢 因為 基本上 它是magic的搞笑版 譬如說 我們平時玩的magic 比如說 比一分紅色 我燒兩度 這樣 它就不是 可能那張是藍色牌 但它要紅色的mana 然後那個功能 就是說 如果你穿牛仔褲 燒四度 很有趣 這個 這個 ungr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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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雞飛版 它的創衣無限程度 是 歷代沒有一隻卡遊戲 都只能聚到 有一張我聚到的 就是 我忘記名字了 15 15 這個效果就是 施難進卡 1.1兆 對 然後 那張 鮮女散發 有個固定的距離 我忘記了 它那個就是 罕有卡 基本上 最高的罕有度 它那張卡的發動原因 就是 你把那張卡撕碎 然後 就有五米 就撕在地上 五米? 對 五米撕在地上 然後 你每碰到一個碎片 就在那裡 神經病 人家可以一拍自己 是很帥的 很搞笑的 我還記得 他搞笑的 還有一張 vair card 是把 這套卡的設計者 放進去 不過我不是太記得 那個功能是什麼 它是 綠色卡 當然是藍色卡 它是法師 還有一些很搞笑的 包剪刀也放進去 譬如說 你有一隻 不知道是什麼 剪刀龍蝦 然後 它的屬性是剪刀的 它在場的時候 包的那隻生物 就不攻擊 不防守 因為 你完全可以當作 一隻毒滑機 所以這些 你不可以在比賽出現 不然 舊就打到對面 穿牛仔褲 怎麼辦 難怪 那些叫罕有卡 你說 每個人都撕爛了 那些卡 難怪是罕有 它不是罕有 其實我們也提到 就是 MAGIC裡面的 罕有的等級 等級 沒有上次 上次 WS那麼多 它本來是三級 但它是 common uncommon Rare 近期 多多類 Mific Rare 這個就是 Rare之上的 一個等級 通常 一盒卡 裡面大概 三 三至六 買一盒之後 買一盒之後 好 OK 這個客人非常好 但是 MAGIC最慘 不是說 你Rare 中不中到Rare 是中了伏的Rare 伏的Mific也有 從來都不會有人用 很慘 Rare有些 比賽卡很厲害 可能值一塊兩塊 但是有些 真的廢到 一塊兩塊 說的是美金 對 但是有些 真的廢到 哇 真的 拿來做 怎麼說呢 指示物 對 反轉浪指示物 反轉浪指示物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 以收卡 你是以抽卡為基準 在MAGIC裡面 收齊一套卡的難度都很高 如果你不收卡 操齊一套 哇 其實你是很厲害的人 你抽卡的運氣是很高的 很強的 其實 沒有了幹什麼 你 不收齊一套 那 講完之後 其實MAGIC要規矩到 我想要提到 其實 它有其他卡鏡 不敢加下去的 一個規則 順發 順發 順發卡 在很多卡鏡裡面 是不敢加這個 其實有的 其實有的 其實遊戲王也有 基本上 就等它規復卡 現在遊戲王 其實遊戲王 第一章 大家都知道 那些叫律子球 律子球 律子球就是 因神的概念 只不過是 時間有限制 但是因神也有限制 所以 都有的 不過 不是一個 擺明居碼 是因神的東西 因為其實這個其實會 因為我猜到這個設定 其實是 對卡鏡來講 是一個複雜性 因爲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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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攻守的方面 是大幅度提高 保定性高了很多 特別是你對著 藍色的爹 對 是啊 那你拿著五支牌 不知道 是否整個都是卡鏡 那你 以前這個狀況 就嚴重一點 現在這個狀況 因爲基本上 藍色的卡牌 那個 強度 就弱了很多 這陣子 其實因爲 因爲它每個系列 其實 你說 都好像 一般其他卡遊戲之後 都有講一下 你剛才所說的 一些系列 或者是特色 就好像 其實 Masur裡面其實有幾種 只是用過一次 可能只是那個系列 等級提升 等級提升 或者轉向卡 這類型的卡 其實 很多其實 這些其實就會是 延伸系列 每一代的延伸系列 它會有一種新的東西 就出來 可能是一個異能 或者是一個卡的特色 就是 好像現在近代的 就是這個雙面的概念 雙面的概念 雖然很多人有救病 但是這個不再次討論 是的 那再早些 譬如說 是否確實了 Ware of Warcraft 那個概念 其實應該說 在悠久的卡遊戲歷史裏面 就是抄過 Ware of Warcraft裏面的指揮官 PO那個設定 對 那個賽制抄而已 但是其實它本質的系統 有沒有變得 Pamoka的概念 其實是由這個 OK 你說Pamoka 就是它 我覺得它真的不怕 當然它有固定的玩家 它不看下銷量那樣東西 就是 我即使出夠 什麼出來 你都會買 出夠屎出來 你都會買 但是 在創新裏面 就是它沒有停過 去步伐 說 滿足現在這個狀況就算了 因為它固定不斷更新 是的 每個系列 它都會想一種新的東西 你不要理會 它想出來的東西 是好定話 最重要 它肯想一種新的東西出來 去給大家一個新的衝擊 或者對整個卡的環境 一個新的衝擊 我覺得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是 因為有時候 你新的東西出來 你就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就會拿回舊卡去用 這樣它會循環用到 很開心 或者你看到某些 很多年前的主題 或者某個種族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例如說 老鼠 獵片妖 獵片妖 好 很多年前都出了 然後突然間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很懷念 還有這種狀況 譬如說 之前都說過 有些 你完全看不上眼的卡 直著某一個新代的新系統出來 它變成用得回 這個東西 其實我想這個都要講一講的 就是 Magic的賽制方面的問題 因為始終是 Magic出了這麼多年 其實它的卡的種類 真的太多了 很多 而很多就是 好像剛才所說的 所謂的黑年花 這些所謂的禁卡 應該有一些 初代出來的卡 其實它在現時的 賽制環境其實是不合時異的 應該說 它實在太強了 太強了 就是不適合在這些賽制 所以其實 Magic去分賽制 都分了很多種不同的賽制 首先 就好像剛才所說 一個所謂的標準賽制 這個就是 標準賽制 最stand up的賽制 就是用最近兩代 近兩代 近兩代的卡 去為一個主軸 那什麼叫近兩代 就是一代就是一年 近兩代就是最近兩年 基本上就是一年 應該用block 為一個單位 就是基本上用年 對 那之前那些 可以扔掉 不是 扔掉一半 對 這個賽制其實是 很多次 這個賽制最主要是 你始終一定會有新手流入 有些可能是新手 它沒有可能追回之前 那麼多的卡 而且有些卡 它已經停印了 市面的價格一定是貴 因為一定會有流失 所以其實它不想 就是影響到這件事 你新手 你不能進入門 如果它全部卡 都可以用的時候 還有 所以說標準賽制 那方面 其實是說 你用有限的資源 去創一副強的deck 可以打比賽 這個是標準賽的核心 內容 還有它用這個方法 它鼓勵了 它剛剛新發明的那些系統 逼你用新的系統 你以前教的系統 就算很無敵 很厲害 但不好意思 就是在這個賽制下 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而且這件事是確保銷量的 其實都是 這件事 就算有這麼多東西 最大前提就是 銷量很重要 銷量很重要 因為當 轉一個新的賽制 舊卡就會淘汰 而你之前抽到舊卡 你就要去找一些新的卡 去做補充 其實是確保它的銷量 這個當然 我始終覺得 總之它是創意無限的 但始終它是一間公司 它是要賺錢 它是一間商業機構 還有這件事 可以令到人 不停保持銷量 而且不會說 某一種的牌組已經 玩完 那個比賽 就沒有意思 而且 這個世界賽 說真的 都有一個計分制 現在走的 Grand Prix 上一年的總冠軍 都是日本人 現在暫時排名 頭三名 最新的那個 三個都是美國人 香港都有一個代表 上到榜 不過就排到123位 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香港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你用Google搜尋 武法公務會的網頁 其實你可以看到 香港的排位的評分 其實你都看到 其實都幾難升的 那些人 你可以看到那個分別人很高 但其實真的要升這個分 其實不是很容易 你又要打比賽 而且你 勝率各方面 要贏得多 你才可以升 分數 剛才我們剛剛講完 這個標準賽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兩種賽制 都是比賽 古典賽 古典賽 古典賽應該是Modern Modern Modern是新的 Modern是新的 1.5 Type 1.5 Type 1.5 那個我記得是可以用的卡 種類 多一點的 但我都不記得 會多一點的 會多一點的 還有一種就是Modern Modern Modern是另一種古典賽 不過你說用的卡 選的代數是不同的 但我記得是否有一種賽制 好像所有卡都可以用的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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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還有比較多的是官方的賽制 通常你說官方比賽最多的是Standard和 官方賽制用Standard、Modern和Legency 這三種 因為打世界賽會分兩種 一個是單人 一個是團體模式 基本上是國家對國家 團體賽會派三位選手 三位選手分別出戰標準賽 Standard、Modern和Legency 三個鐵人 又不算三個鐵人 基本上是每位選手大一種 國家隊 因為有三個 其中兩個是贏了 你便贏了 類似這樣 五盆三勝還是打三盆兩勝 單人的話是五盆三勝 如果是團隊的話是三盆兩勝 因為去年日本贏的那個 長長不是三比零 就是三比一 很厲害 上年、今年 今年、2021 很厲害 其實Magical 很多時候看早卡的心態 其他卡遊戲都有 但Magical方面 有些人都會看起來 日本流的話 是非常創新的 即是他們未必說真的 那裡未必說真的很厲害 但他們的主題是比較創新的 始終你世界玩家 而且有網上交流的技術 即是基本上 TOP DEAD 即是基本上強的幾副 DEAD 都是來來去的 都是那幾副 但其實 會比其他卡遊戲特別的 就是 通常每一代的比賽 冠軍那套 去到下個比賽 是贏不到的 因為 就會有相應的對應 出來 就會核殺你 因為Magical方面都不錯 其實它的遊戲設計 都很包戰鬥 即是 某些東西 刻著某些東西 對 只不過 你贏 未必說你會 當然有TOP DEAD 大家用TOP DEAD 打來打去 但是 最後其實是說 是不是出奇際性 即是貼題目 我貼到別人想不到的東西 接著別人按 就拿不到我 那我贏 其實 你看到很多屆的冠軍 都是 他不是主流帝 奇風突出 他不是奇風突出 他是針對 黃道的帝 即是我們叫 Anti的主流 還有 好說他的賽制 因為他是瑞士制 你要先上到 第一個桌子 即是 頂的位 跟著你對來對去 那些東西 而且 我記得 有些人的玩法 是 預賽是一套帝 但是 一去到比賽的時候 就轉另一套帝 令到對手有錯誤的觀念 就說 你打這套帝 但其實我是另一套帝 來打的 這樣可以的 預賽和決賽是你可以的 可以的 但決賽你 通常有些人 當年有些玩家 是 特意做了一套很厲害的預賽帝 但他明知這套帝 是有弱點的 正式比賽的時候 任了很多人 拗了你套帝 超穩陣 然後 欺負他的帝 就打回來 然後比賽就贏了 很多位都是觸心理的 這些所謂的假情況 這個運氣的情況 相對於之前介紹的複雜少很多 運氣其實少很多 不過運氣都會有 有 因為你最出名 因為你最出名 MAGIC最出名的只有一個 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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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地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你開始 手牌全部都是地 要不就一張地都沒有 因為他跟遊戲王和WX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一定要有魔法力才可以出到東西 當你可以產生魔法力的地 都沒有的時候 他就不像遊戲王 你遊戲王一上手 你四星點都有掛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WX就基本上 就等於他用卡做資源 那這件事 反而 MAGIC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手上一定要有地 遊戲王現在就有一個新的趨勢 以前跟你說一樣的 其實是無所謂的 但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 有獸還是沒有獸 成手獸還是一隻獸都沒有 因為現在的速度太快 你成手獸就是做不到事情 因為沒有魔法支撐 你一隻獸都沒有 就是打不到人 又是死 但是MAGIC這方面 就會更嚴重一點 你叫做 因為放少了一兩張地牌 就會令到計數那方面 整個數值不平衡 而令到 可能 你很幸運 一兩次沒事 但大體上你都會覺得 你自己的趨勢是打不順的 而且慢了 人家正在做第四章的事 你可能做到第二第三章的事 基本上就不是你的趨勢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你的運氣就在卡地那裡 因為 他的賽制很有趣 如果譬如說你初七章 你可以選擇洗角的 但洗角你就要減一張手牌 當你黑起來 你黑起來 你回到三次 你基本上直接投降 因為通常二周之後 租不成功的話 人家一定是投降 因為始終你手牌都休息 別人七張你得五張 其實 因為他很注重傻的東西 你得五張牌 其實是蝕很多的 所以MAGIC有這方面卡地的問題 所以現實很多時代 很多人聽完之後都會說 好深喔 就這樣卻步了 其實說 我不玩了 我玩得簡單一點 對初學者來說 加上 都真的幾難入手 如果要計這麼多東西 很辛苦 他的規則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 每人二十度命 打到人沒有了 這樣就完 但是他牽涉的東西就會有很多 對 他牽涉裡面的內容 你要記的內容 其實除了規則之學 即是你入門之後 你要記的東西 是比你入門那時候的規則更加多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歷史 最後一個卡遊戲 就算你玩的standard 但其實他背負十幾年的表在裡面 那不只是那兩年的卡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件事就是 他有很多種玩法 譬如說 遊戲王 W.S. 以我理解 基本上都是一對一 但是 以Magic來說 可以衍生到很多種玩法 其中一種就是 魔王制 魔王制是怎樣 魔王制就是一個人 做魔王 其他人做一個勇者 這是House rule 還是Official Official 但他會 有輔助魔王制 他會有些牌 出給魔王用 專用 魔王專用卡 魔王專用卡 大一點魔王 對 變化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一對一都滿 類似打魔王 類似打魔王 這個類似TRPG的概念 對 他衍生到的東西會很多 另一種賽事就是2對2 2對2都衍生了很多玩法出來 比如說 有一種玩法叫雙頭魔王 雙頭巨人 不是雙頭巨人 雙頭巨人 他那種玩法就是 比如說2對2 兩個人一起做事 他分享40度命 他那個玩法就會 互動性強很多 就是自己人 他打低 打對面那個 因為同事做事 可能你要計算兩邊的手牌 或者是法術等等 我不是說其實 因為自動MAGIC 他都會 之前說他有考裁判的制度 其實他一些所謂的 最高級的裁判 其實都創造了一個叫做EDH EDH 剛剛打制度 指揮官制 這個應該是 都會抄了魔獸世界的卡遊戲 因為之前出了很多牌 就是傳奇生物 傳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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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角色 在故事裏面 出一些key的角色 我們平時說 現在的MBC有名的角色 會比較重要 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比較重要 還有它有一個規矩 如果這些傳奇生物 上只有一張 如果多過一張 就是一起爆 GUNDAM WAR裡面 記體 一回制限 打斜置軍 那類型的卡 有種玩法叫EDH EDH 不限你代數 全部牌都可以用 只可以放一張 但是它的規則就是 全部牌你最多只要放一張 但是地不限 比如說基本地 比如說五色基本地 比如說五色基本地 五色基本地 就不限 其他大只可以放一張 但是 因為 MAGIC的賽制 平時來講 就限四張 那你有些很用的牌 我下四張 就很厲害 OK 那就比較強 但是 如果當你限一張的時候 你究竟下不下好呢 譬如說 有些牌 之前有些消牌 就比如說四張 如果你在墳墓場 每一張的時候 就不知多一度 這些就當然不會有 那那個指揮官賽制 就和平時不同的 那他平時我們就六十張 唯一一個DAT 那這張是一百張 一百張 那每張牌只有哪一種 那還有一張牌 就叫指揮官 那指揮官 用的全部都是傳奇生物 那它的規則就是 你那個指揮官 是什麼顏色 對應什麼顏色 你那一副DAT 就只可以用那個顏色的牌 譬如說 你那個指揮官 是綠色和黑色的 你所有牌都要綠色和黑色 那不可以用其他顏色 譬如說 你天堂鳥都不能生到 藍色的麻辣 那是這樣的 哦 其實應該說 本身MAGIC 他自己有卡的種類多 其實他自己可以衍生到 裁判自己的研發出來 最終官方承認了這個 本來是House Shoe 本來是House Shoe 本來是House Shoe 應該說是由一班專業的 那時候有玩家發明了這個賽制 因為你有時有些牌 玩到 我完全都 不是 那張牌厲害 但是你從來打比賽 都不會用到 哦 因為 可能難出 或者是要很高MAN 才能召喚出來 但是召喚出來 就被人殺了 這些 所以他衍生了一些 他自己的玩家的賽制出來 他希望 他不想把一些卡 真的充滿禁用的 限制卡也好 他都要有他的生存環境 可以循環再用 不會讓你 我買了 當他套裝的時候 那張牌就廢了 就好像黑蓮花那種 如果以其他卡鏡來過 這張卡 它永遠不會有機會再生 也不會越炒越貴 只會是 變成廢戒的 但是 在Magic裡面 很多時候 有些賽制可以用 然後 就會彈起來 令到 因為其實你說 摩登都是近年 才再推出 其實他都是選一些 可能 他覺得是 希望再帶起的系列 他去再放回去 可以買一些 禁拍的奇花 牌花 你買到先 你要猜到一個市 但是你買了那些 某些賽制可以用 但始終有些 官方認可 最基本的 那些 你不能用 基本上就是 課分 如果你說 Magic 我覺得 還有一個玩法 我覺得其他卡鏡 沒有一隻做到 就算做到 都不入流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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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特別的玩法 Draft 即是輪秋制 輪秋制 比較特別 牽涉技術成分 是很重的 但是相對上 公平 公平的 因為輪秋制 那裏 就是所有人 在一堆卡裏面 不是一堆卡裏面 基本上就是 Toy Booster Toy Booster 比如說 你四個人玩的時候 每人有三包補充包 Booster 全部都未開 一開始 你就拆其中一包 裡面有十五張牌 你在十五張牌裡面 選一張 跟著 就傳給下架 那你收了 上一架 傳給你的牌 就在裡面選一張 那你選一張 你選一選一張 基本上 你抽完三包牌之後 基本上每一包 有十五張 自己拿到 那你有三包牌 基本上有四十五張 那你四十五張牌 就組一副叠 第二就是另外自己無難供應 對 無難供應 你看看你組什麼 你組五隻 你就死定了 這個賽制 首先就是公平 公平的 因為大家都只是 大家的條件相同 而考驗的是什麼 考驗你瞬間就是 瞬間卡組組合落 這個其實是考驗的 以及對代數的了解度 是的 因為有些牌 基本上 你平時 你組低一定不會落 因為有更好的選擇 但是 你開到那些牌 基本就一定是那幾張 那哪些基本的牌 會比較好一點 你要知道 那這個是一個 公平性的玩法 因為 譬如說你出到去 那你 對著這些 淺製出來的釘 你基本上 就沒得打了 這個就是 考試 是的 考試 我想問 香港是不是不普通的玩法 很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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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來都是 你本來都是 買的 那些卡 但是 通常會 賽制都有的 官方賽制都有的 可不可以叫 Rochester Draft Rochester Draft 是另一種 另一種 我不記得 好像是 Draft上面 加一種規矩 但我不太記得 那個規矩 Draft 官方都有 有認可比賽 有Draft的比賽 因為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每一次出身 Vlog 出身隊有一個 演開賽 演開 演開不同 不同Draft Draft就輪收 加一個 開始嗎 不是 演開就是 每人有六包 六包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牌 然後在裡面自己的 在裡面自己的 這個叫做演開 Draft Draft就傳給人 對 對 即是 他在賽制方面 都不停地 有一些 那些 他比賽來說 種類多很多 對 那又不像很單一 每人 每人出組 FODEK 然後打 一對一這樣打 因為你始終有些好像WX你不可能做到輪抽 那些客的系列不同很難去輪抽 遊戲王的可能都因為某些限制 先限制很簡單 Magic有多少包一包給你幾張 15張 15張 魏王一包只有5張 5-7好像是吧 5張 麻煩 麻煩是10張 然後你看看整個套裝有多少支 以前魏王只有40-50支 現在好一點80 都是不夠 因為Majic只有300 它的主題和設計 整個套裝已經很圓地 所以它可以讓你玩很多 即刻開開即刻 直接因為它有這麼多張卡 你想想頭也爆滿 但是你只要砌笛都足夠 就消磨你一個晚上 即是Combination 很多 但是當然啦 你基本上你砌笛 如果不會萬物普低 基本上你都會參考 網上問什麼笛比較厲害 去到最後啦 其實 講回來 最後大家 我想現在還在玩的我和夜人爺 其實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期望 期望 現在這個賽制已經很完善 看看它接下來會有什麼新的玩 都是等著 因為它每一代的主題都不同 還有一些新的玩法出來 看看它還有什麼去玩 應該是下年2月 下年2月 對 其實它下年6月都出了一個新的 好像是之前的玩法來的 一個renew的系列 除了本尊的一些比賽 就是重度玩家 或者職業玩家 還有休閒的玩家 都可以享受這隻卡片遊戲 以Magic來說 流失率真的不是很高 除非它沒有中文版 可能啦 現在外地上 就是它那個玩家 進去之後 都不會說 突然間流失一大批就很少 我覺得如果Magic 想再更上一層樓 應該參考一下暴雪的做法 我不知道 因為暴雪推人的電子競技 即是玩StarCraft Wallcraft 它做得很好 如果它可以在 可能令遊戲年輕化一點 我覺得會更好 其實我有一些意外 本身 它公司推出rester 這間公司 其實它 你明知道它一定是有錢有實力的 但其實它很多時候 做一些宣傳的東西 它還是用一些比較古老的方式 還有它 你見它 好像做今生一代的那套 trailer 我覺得 現在做3D 不是那麼難的事 你為什麼還要用它當年那套手法 我覺得 其實老實說 你拍電影都可以了 是啊 這是電影級數的東西 已經是 我覺得 什麼就是好東西 但它好像很 很孤 什麼 孤高 孤高 孤高和寡 認識貨人 認識貨 但外面的人好像 他不會很特地地去大谷的宣傳 即是不會無緣無故 就大谷的宣傳 去引一些新的玩家進來 有勢的那樣 人傳人 是啊 講口碑 講口碑 這些是熟客仔 不過心問 會不會玩Magic的人 會不會年紀大一點 比奇緣 是的 會的 因為你始終 比如說 你想的東西會多很多 還有大部份的Magic的玩家 有一個table game的底 即同時會喜歡玩table game 同時會喜歡玩其他卡遊戲 或者是要思考的 即是那個人的喜歡想東西 玩Magic是會喜歡想的 你會不會怕會老化 即是會不會變成中靈危機 你知道有些遊戲玩一下就變成中靈危機 我覺得應該不會吧 其實這些是個人的問題 其實全部卡遊戲好看 你有沒有那些卡友 你有沒有那些人一起玩 如果身邊一個人都不玩 那你就很快都不玩 因為你始終就是 其實都不止Magic 每隻卡遊戲都是 卡遊戲都不玩 好像很浪費 因為這些始終對戰遊戲 是你一個人來玩什麼 除非玩Online 一個人可以玩 但Online 始終缺少了人與人的互動 感覺 所以 是容易找對手 但感覺是兩種體驗 即是沒有了刺激度 所以你說 好像你網上打麻雀 跟你現身有三分 跟你旁邊打的分別一樣 差很遠 所以你說Magic 其實都是我們 只不過是觀望 究竟是怎樣去 有什麼新的東西 出日後 其實都要是 我們都是 期待一下 當然 我們都會繼續玩 可能有人會 會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你 對 雖然問一個人 可能比較好 因為他熟過我 不關事 如果我剛剛吃的 可以再介紹給聽眾 就是最近iPhone、iPad 出了一個App 很棒 就是可以看完所有的Magic 那些卡 不是 很多App都可以做到 都不止Magic 大家搜尋一些卡 不過Magic也特別好 我覺得 搜尋的網站 其實都已經有 所有的卡 我意思是Apps 不止Magic 遊戲王 沒有嗎 很廢 我找過Magic太正 你要推介一下 卡圖也有 整個Database Alpha都已經全部齊全 這麼強 很厲害 我忘記帶 就算我覺得未必會玩 可以欣賞一下 它的圖的藝術風格 因為其他卡遊戲 另外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它的風格 它不只得一種 可能同一張卡 它有幾種風格 有些可能 每個系列 好像神婆系列 中國風的 真的用水墨畫 的構圖形式 它都會有 我覺得 就算是 你不畫一隻 你珍賞一下 裡面的圖 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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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它的意念 插圖的意念 其實我覺得都值得 他每一代都有些插圖 插圖師 用了很多來畫的圖 基本上那張都是插圖 有些是 那張圖是漂亮的 即使是那張廢卡 但也很多人收 因為那張圖是漂亮的 我很喜歡那些地 那些地 每一張都畫得很漂亮 那些海島 你想想 他力度出了幾百個島 他出了 幾百 但是幾百個島都不同 那天才正 這個是他 就是他強項的地方 今天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便下集再見 Bo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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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ida